第1263章 大天造画掌 硝烟的母宫凝固在了那玉白的肋骨之上 脑海之中因为那一道惊骇的念头而翻将倒海了起来 那石卷卷轴都是用来迷惑人的 真正的卷轴原来是在这海骨身上 难怪那摘情老鬼执意要出手 原来他只知道宝贝藏在了骨骸的身体上 在这一煞硝烟的心头念头极转 也终于是明白了为何以摘情老鬼那谨慎的性子 居然会拼死拼活的与这斗圣的骸骨死磕 嘿 好个狡诈的老鬼 硝烟心中一声冷笑 眼中闪烁的光芒迅速收敛 手掌之上紫褐色火焰再度缠绕 闪电弯的拍出几掌 每一掌都是狠狠落在斗圣骸骨腰腹部位的那些肋骨之上 而在这等恐怖的高温下 骨骸上所沾染的腥红之色也是迅速消散 借着那一刹那之间的扫尸 硝烟发现 并非是每一根骨头上面都是有着那种奇异的蚊子 似乎只有在那腰腹部的几根肋骨上 才具有这种蚊子 拥有这种蚊子的肋骨一共有三根 硝烟眼中跳动着一抹难以觉察的兴奋之色 他已经能够确定 这三根肋骨之上的蚊子 必然才是真正的天接斗戒 探明了情况 硝烟也不敢过多停留 生怕被提他人也是看出 当下脚掌上银芒闪动 显至幼显地避开了骨骸 那如同刀锋一般的锋利的骨指 大家加把劲 这骨骸要坚持不住了 摘青老鬼望着骨骸身体上 越来越淡薄的腥红色 脸庞上忍不住地躲过一抹喜色 大声说道 对于他的话 其他人都是犹若未闻 这骨骸极为难缠 抗打能力简直用变态两个字来形容 那看似脆弱的骨骸 却是在扛了他们五人联手这么多次的攻击 依然未曾出现半点裂缝 若非那越来越淡的腥红之色 表明他们的攻击 还有着一点效果的话 恐怕他们自己便是得丧失信心了 浩瀚的斗气如同流星一般刮破空间 重重地在斗圣骨骸身体之上爆炸了开 可怕的力量将那异常坚硬的大电 都是震开了一道道手臂粗壮的裂缝 在瀟炎五人联手的狂猛轰炸下 斗圣骨骸身体之上的腥红之色越来越淡 但其眼眶之中的鸿芒却是跳动得越来越剧烈 某一刻其身体突然凝固 见到斗圣的骸骨突然停止不动了 摘清老鬼几人一正 斗圣骨骸赶忙地抓住这个机会 暴雨般的攻势连绵不断地倾泻而下 而瀟炎在发动攻击之余 心头确实有些不安起来 斗圣强者太过强大 即便只是一丝灵魂残硬 但想必也不会这般轻易地被收拾了 快走 离开大电 心中念头闪烁 瀟炎突然转头 对着小一仙等人所在的方向发出一道传音 而接到传音的后者等人一愣 来不及询问 一行人身形迅速暴退 恐怖的攻击如同烟花一般 在斗圣骨骸身体表面爆炸而开 他停顿了面刻 猛然扬起头颅 一道有些模糊的低沉的嘶哑声音 宛如从那远古岁月之中悄然传出 大天造画掌 斯雅尔古老的断断续续之声 穿进瀟炎耳中 却令得他浑身的寒毛都是突然倒树了起来 一种极度危险的感觉 从灵魂深处满眼而开 在这种面对死亡的惊惧驱使之下 瀟炎几乎是瞬间便是掉头 脚掌之上银王一闪 便是拼命地对着远处抱夺而去 他在施展斗技快退 在瀟炎转身就跑时 唐震等人也是发现诡异之处 脸庞上瞬间便是涌上了惊骇之色 一声尖叫 也是在顾不得什么急忙地掉头鼠窜 混蛋 见到这一瞬间便是逃开的唐震等人 摘星老鬼面色铁青 怒骂了一声 不过虽然骂归骂 但他逃的速度已一点都不慢 几乎是一闪间便是窜出了百米的距离 突然间狼狈逃跑的瀟炎等人 也是引起了大殿内所有人的注意力 虽然他们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但也明白 这肯定是大坏事 当下也是连滚带爬的连忙倒退 一时间整座大殿内 再度变得极度地混乱了起来 在大殿之内陷入混乱时 那斗上的骨骸全身的星红之色 如同突然活了一般 尽数地对着其手掌汇聚而来 顺其筋便是将那幼掌 渲染得如同在鲜血里 沁染了无数岁月一般 暗沉得令人心寒 当最后一丝血色汇聚入幼掌时 豆圣骨骸长心处 突然出现了一个大约红豆大小的黑点 这黑点黑得极为纯粹 人若是看上一眼 似乎连灵魂都会被吞噬进去一般 异常诡异 黑色小点出现 豆圣骨骸右掌猛地举起 然后重重地砸在大殿 那尖艳无比的地面之上 骨掌落触 石板没有发出任何的声响 在那接触刹那 那尖艳无比的石板 犹如在瞬间消失不见了一般 露出了极下深褐色的岩石 地板消失 一道黑色光圈突然自石板深处浮现 然后猛然扩散 黑色光圈扩散 无数人顿时惊得魂飞魄散 而凡是那黑圈所波及的地方 不管是地板还是石柱 或者其他东西 都是在一瞬间消失不见 那种消失是真正意义上的消失 没有任何半点的残留 这种感觉就如同是黑洞 神秘而可怕 恐怖的一幕令得所有人的心头都是头皮发麻 特别是在见到那黑色光圈还在继续扩散时 更是心脏都是紧缩了起来 身形急忙暴退 他们跑得快 但那黑色光圈扩散得更快 而且更令人惊骇的是 那光圈内爆发出了一种极为恐怖的犀利 一些措手不及的强者直接是被强行扯得倒飞而去 然后再接触到黑色光圈的一瞬间消失的连渣都不少 凄厉的惨叫声一时间在大殿之内 接耳连三地响了起来 一道道人影在半空中疯狂地挣扎着 但却无法抗拒那股犀利 最后被尽数吸入黑色光圈之内 化为虚无 听得那不断响起的惨叫声 硝烟的头皮也是发麻 这种斗鸡绝对是天阶斗鸡 暴夺的身形突然一致 硝烟的面色也是蒙得一变 那后方的犀利越来越恐怖 已经足以干扰到他的速度 紧咬着牙关 硝烟在这一刻将速度施染到极致 紫褐色的火焰缠绕周身 在他前方 不断地有着凄厉的惨叫之声 不受人影控制的倒飞而去 那在临死前的凄厉叫声 令得人心头泛寒 黑色光圈如同索命的死神一般 从大殿中心飞速地蔓延而开 而整座庞大的大殿 于而在此刻彻底湮灭 犀利越来越强了 必须挣脱 不然的话肯定会被吸进去 感受到后方越来越强的犀利 硝烟猛的一咬牙 竟然是强行转身 眼分四浪尺 开山印 翻海印 一道道异常凶悍的攻击 自硝烟手中暴夺而出 然后狠狠射出 而借助着这股推力 硝烟的身形 也是迅速地暴退 不过 这些射出去的攻击 在一接触到 那扩散的黑色光圈时 便是自动烟灭而去 甚至连后者的过散 都是未曾阻止一瞬 三千雷换身 硝烟手艳再度变化 一道灵魂分身 直接浮现在面前 然后一脚便是狠狠地 甩在了自己的肩膀之上 在那股推力之下 硝烟身体顿时 呲得一声 终于是射出了这座大殿 重重地落在了大殿外的 广场上 而那分身 则是在反推力的作用下 碰触在了黑色光圈上 玄机迅速消失 在硝烟逃出生天后 那其后不远的黑炮老者 最终也是猛地传出一道尖锐的叫声 身体一晋蠕动 画外一头 竟有胀曲庞大的天妖黄 双翼一阵 终于是挣脱了那股恐怖的犀利 然后极为狼卫地暴躲而出 最后狠狠地撞击在了 外面的走廊过道上 在黄勋开始拼命时 唐震 兵和尊者 摘星老鬼等人 也是拼上了老命 各战神通 将速度提升到极致 终于是在那最后一煞 冲出了大殿 狼狈地落在了广场上 大殿之外 所有人都是惊魂未定地望着 殿内那扩散的诡异黑色光圈 不过索性 后者在抵达广场边缘时 终于是逐渐地停歇而下 最后在一道道 皆好余生的目光下 徐徐消失 而伴随着黑色光圈的消失 一个大约百丈庞大的黑色深洞 出现在了所有人的目光注视下 那座辽阔的主殿 此刻已经连渣都不剩下半点了 硝烟咽了一口唾沫 抹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 先前她是真切地感受到了死亡 那黑色光圈 恐怕就算是摘青老鬼等人挨上了 也是必死无疑 深吸几口气 压下心头的惊涛骇浪 硝烟目光停在了那巨大的深洞半空 那里 一具玉白色的骸骨悬空而立 那眼眶之内的红色光芒 此刻也是尽数消散 显然 那位斗尊强者所留下的灵魂残瘾 此刻也是彻底消散了 天接斗技 眼睛死死盯着那具玉白色的骨骸 硝烟眼中猛地爆发出惊人的炙热 斗魄苍穹有声小说 由听中国出品 蜡笔小勇播讲 欲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继续收听 斗魄苍穹 第1264章 264章 争抢骸骨 在消炎的呼吸 因为那斗气骸骨而加重时 广场上的摘星老鬼脸庞上 也是浮现了一抹难以掩饰的狂喜之色 那斗圣强者所遗留而下的灵魂残瘾 已经尽数消散 而这具骸骨已经不会再具有任何攻击性 不过 虽说心头明白 现在的骸骨不再具备危险性 但碍于先前那恐怖的一掌 因此 即便是斗星老鬼心头满是迫迫击带 但也不敢现在就立刻动手 没事吧 消炎从地上站起 小一心等人 也是急忙闪躲而来 担心地问道 消炎笑着摇了摇头 看了一眼众人没什么损伤 心头也是松了一口气 还好你提醒得及时 不然后果难了 那斗圣的骨骸那一掌 实在太过恐怖 这里恐怕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接下来 天火尊者眼中 有自有些些许震撼之色 即便是他 都是首次见到如此恐怖的斗技 这应该 便是传说中的天洁斗技了 这还只是斗尊强者 所遗留下的一道灵魂残印 造成的破坏力 若是由一名真正的斗圣强者施展的话 恐怕消失的就不是一座巨殿了 而是整个遗迹 甚至 半颗骸骨山脉 小一仙轻声道 消炎也是点了点头 对于这东西的威力 他已经亲自体验过 刚才若不是反应得快的话 恐怕它也是会被吸入那黑色光圈后 化为粉末般的不存在 这些有不少人倒霉啊 紫妍黑黑笑道 有些幸灾的祸 消炎木工一扫广场 的确是发现原本 那众多的人群 此刻已只是少数人 而且这些存活下来的 大多都是满脸的惊恐之色 冷汗将衣衫都是打湿了去 这些人真算是被吓破了胆了 可惜 那些卷轴也是被毁了 清林有些惋惜的道 这里的宝贝可不是那些卷轴 而是那具斗圣的骸骨 消炎一笑 目光火热的望着 那庞大深坑之上 悬浮的白玉骸骨 骸骨身上不仅掩藏着天街斗技 而且光是这具躯体 便是具备着惊人的诱惑力 斗圣强者的任何所留 都是一流的把握 现在还能活下来的 大多都是有些本事的强者 不过好在都有所损伤 这样看来 倒是我们这边的实力 保存得最为完整 天火尊者第一声道 消炎微微一笑 轻声道 我们不急 会有人急不可耐地先动手的 听得消炎此话 小一仙等人一证 目光瞥向摘青老鬼所在的方向 只见得这老鬼 此刻正满脸掩饰不住的狂喜之色 这鬼东西还所魂殿诸多强者 今天便由老夫出手 让其错骨扬灰 在小一仙等人目光瞥去时 摘青老鬼猛地起身 一证言辞地大喝一声 然后身陷一动 便是化为一道模糊的山腰 闪电班德 对着那深动上空的窦胜骸骨 抱奪而去 哼 你还真当我们是傻子不成 辛辛苦苦地 将那窦胜强者的灵魂残印打散 让你来欠这个大便宜 摘青老鬼身形刚动 那黄轩 唐震 以及冰河尊者便是冷哼一声 以他们的眼力 自然便是能够看出 这窦胜海果的不凡之处 这等宝贝 怎会平白无故的 便是让摘青老鬼得到 冷鹤一落 三人同时的施展身形 几个闪烁间 便追向了这摘青老鬼 四人一掌隔空轰出 恐怖的进风 直接将空间裂缝 击出了三个漆黑的裂缝 身后抱奪而来的凶寒攻击 也是令得摘青老鬼面色一变 黄轩三人实力 皆是与他相差不多 如今三人同时出手 他怎可能应接而下 灯下身躯鬼一扭 一道残影浮现半空 显之又显得 将三道进风躲避而去 但其速度也是因此而减缓下来 拦截住斋青老鬼 黄轩三人身形一毒 便是自斋青老鬼头顶上躲过 大手直接对着那句 斗圣骸骨狠狠抓了过去 混账找死 见到这一幕 斋青老鬼也是满脸弄色 先前的联手之情 此刻早就是烟消云散 手掌隔空一抓 一股犀利自掌心中爆发而出 竟然直接是将三人身形 在半空中凝了一瞬 而他也是借机身形一闪 率先一步 大手一抓 便是抓住了斗圣骸骨的一条手臂 然而还不待他用力一扯 灵力无匹的进风 便是自后方对着他的脑袋 狠狠劈了下来 感受到后方的灵力进风 斋青老鬼抓住 斗圣骸骨的手掌 猛的一甩 直接就是将那具骸骨 挡在了身后 硬生生的用骨骸 将黄轩三人的掌风 给接了下来 强硬的进风 在骨骸之上爆炸开来 强猛的进到 将斋生老鬼 震得连连后退 但有着骨骸的抵御 他却并未受到什么伤害 一把抓住 斗圣骸骨骸 斋青老鬼 脸庞上的 狂启之色 也是越来越浓 也不说话 抓着骨骸 掉头就跑 哼 想走 斋青老鬼 刚刚转身 一道鬼魅的身影 便是浮现在面前 巨大的尺子 蕴含着凶悍的进风 直接就是恶狠狠的 劈了下来 众尺劈在了骨骸之上 爆发出道道火花 硝烟手臂被震得发麻 不过索性 那股劲道 也是将斋青老鬼 震得退后了一步 而此刻 黄轩三人再度追上 同样是保持着沉默 奔斗气 却是极为狠辣的 对着斋青老鬼 周身要害狠狠攻去 广场上 所有的人 都是目瞪口呆的望着 那突然间 便是喂了一具骸骨 便是打得 你死我活的武人 以他们的眼力 自然是能够看出 这些家伙 都是朝朝下狠手 明显都是 行至对方于死地 看来那斗上的骨骸 才是宝贝 不然的话 不会让他斋青老鬼 他们这种强者 如此拼命抢夺 能够经历那重重的显观 依旧还存活下来的 自然不是什么普通角色 一转眼便是明白了 各种缘由 灯下目光 也是闪烁了起来 其中有着一些 胆大之人 便是忍不住的站起身来 有着想要出手 参合的架势 哼 实力若是未曾达到 三星斗尊以上 奉劝各位 还是死了这份心 在这些家伙 蠢蠢欲动时 天摇皇族 冰河谷 分阳谷等势力的强者 却是面色冰冷 战于巨大的坑洞之前 强悍的斗气 迅速弥漫而出 健壮 不少人的面色 都是唯唯一变 这几大势力联手 那实力 可是相当之强 即便他们都是 有着两把刷子 但也不至于能够将这些势力全部给收拾了 而且在那半空中 还有着几名真正的顶尖强者 即便他们能够闯过去 恐怕也无法与他们抗衡 心中想到这点 这些人也只能不甘地摇撩头 放弃了心头那种贪婪的想法 天才地宝 有能力者得知 没有那能力 到手了 也只是祸害 见到震慑住这些家伙 小一仙等人 也是略微松了一口气 他们同样并不希望 有人再度插手骸骨的争夺 那样的话 指挥连的局势更加混乱 被三名实力相杀不多的强者围攻 摘情老鬼也是颇为狼狈 坚持了数十回合后 终于是有些历劫 开始选择退彼 然而他想退 但黄轩等人却是不给他这个机会 经过了一番缠斗 三人找准机会 浩瀚斗气直接是狠狠地击打在了 斗圣骨骸的左肩膀处 三股浩瀚的斗气 同时击打在海谷的同一个位置 那种力度足以开山焚海 斗圣骨骸的确极为坚硬 但也遭受不住这般死命的摧残 灯下只听得一道咔嚓的声响 那被摘青老鬼紧紧抓住的斗圣骸骨 左手竟然就是直接的被黄轩三人联手 声声斩断 混蛋 手中骨骸被抛飞而去 摘青老鬼抓着一节玉白色的断臂 脸色铁青 一声怒吼 身形一闪 便对着那抛飞的骸骨夺去 然而其身形未到 一道年轻身影便是率先一步出现 一把将断开的左手臂的斗圣骸骨抓在了手中 萧炎你找死 见到骨骸被萧炎所得 摘青老鬼顿时大怒 对于他的吼声 萧炎确实并未理会 目光一扫 发现除了唐阵之外 那黄轩以及冰河尊者也是满脸的杀气而来 当下紫褐色火焰急忙地缠绕掌心 一把抓住骨骸覆不出 那三根隐藏着奇异蚊子的肋骨 倾尽全力的狠狠一般 斗圣骨骸极其的兼有 萧炎使出吃奶的劲 这才将三根略显轻弱的肋骨勉强掰断 肋骨入手一片温凉 如同品质最好的玉石一般 萧炎目光飞快地瞥了一眼 只见得肋骨之上布满着奇异的蚊子 这些蚊子闪烁着极为细微的光泽 看上去如同火雾一般 正在徐徐主动 这种时候萧炎也没有时间细细查看 第一时间便是将肋骨收入纳界 与此同时 心脏也是因为兴奋剧烈地跳动了起来 不管怎么样这宝贝东西是到手了 既然到手了 那今天就别想有人让他把东西给吐出去 天街斗鸡是属于他硝烟的了 斗破苍穹有声小说 由听中国出品 蜡笔小永波讲 预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聚收听 斗破苍穹第1265章 就当然了 敗魷zona 文章 两话 第二时间 文章 本男人 永远 禁过 旨 同加 cond